在工作时,你是不是经常感觉没精打采?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室内通风不佳或者空气污染。 美国哈佛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表示, 办公室内的空气质量可能会严重影响员工的认知能力, 包括反应的时间和专注能力。 这份报告对中国、印度、墨西哥、泰国、美国和英国, 六个国家的302名办公室人员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跟踪调查。 研究对象在18到65岁之间, 并分别在他们的工作场地安装了环境传感器, 用于实时监测细颗粒物和二氧化碳的浓度, 以及温度和相对的湿度。 其中,二氧化碳的浓度表示通风水平。 在室外,二氧化碳浓度约为400ppm, 而如果达到了1000ppm, 它就会被认定为二氧化碳的浓度上限。 根据调查中的两项测试发现, 第一项测试是, 要求员工正确地识别显示单词的颜色, 而这些单词本身含有另外一个颜色的含义。 第二项测试包括两位数的基本加减法, 以评估认知速度和工作记忆。 结果显示, 当每立方米增加10微克pm2.50, 两项测试的反应速度会放慢约1%, 准确率下降1%以上。 由此也证明了, 办公室室内空气质量会严重影响员工的认知能力, 包括反应时间和专注能力。 值得一提的是, 过去的研究表明, 长时间接触pm2.5会使神经中枢系统发炎, 并跨页血脑屏障导致长期的神经衰退性疾病。 这次研究, 首次表明pm2.5对人体的短期影响。 那么,如果办公室空气质量不高, 我们该怎么办呢? 其实开窗就是一个方法。 如果室外的空气不好, 升级办公室空气过滤系统, 或者添加高质量便携式空气净化器都是一个好主意。 大家学会了吗?